我们可以去给经常使用的Gate命令去添加一个别名 这样可以去简化一下我们经常输入的Gate命令 设置别名用的是GateConfig 然后再指定一下别名应用的一个范围 一般我们可以在用户的级别 也就是全局范围内去设置别名 Global表示在全局的范围 然后是Alias加上一个DR 接着是这个命令的别名 比如我们想去设置一下一个checkout的一个别名 设置成co加上一个空格 最后是要添加的一个别名的一个命令 这里就是checkout 给这个checkout的命令添加的别名的配置 会保存在用户主目录下面的.gateconfig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文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alias的一个区域 在它的下面就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别名 这里的一个co等于checkout表示就是 checkout这个命令的别名就是co 下面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切换一下这个我们当前的一个分支 这里我们可以先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分支 现在呢是在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比如我们现在想去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 可以是用get 后面再加上checkout这个命令的一个别名co 接着呢是分支的名字 再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master这个分支 那么这种为get命令去设置别名的方法 是get提供的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系统上面去设置命令的一个别名 可以去编辑一下用户的bashprofile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是在用户主目录下面 叫做.bash下滑线profil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alias 一个空格 接着呢是要设置的一个命令的别名 比如说我们想去设置一下getcheckout这个命令的一个别名 这里我们输入gco 然后等于 后面用一组引号 引号里面呢就是要设置的一个别名的一个命令 这里呢就是get空格checkout 那么这样在这个命令行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gco 那么这个命令呢就相当于是输入了getcheckout 这里我们可以先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再用source去处理一下这个bashprofile 或者你也可以关掉这个中断工具 然后呢再重新的去打开这个中断工具 这样呢我们的设置呢就会生效了 下面呢我们再去试一下刚才设置的gco这个别名 这里我们输入gco 它就相当于我们输入了getcheckout 加上一个空格 然后后面呢是分支的名字 我们先切换到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插开一下现在的分支 你可以看到已经切换到了mobilefeature这个分支的上面 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呢 继续的去为其他的命令去添加别名